指挥官 你至今已经认识了125名尼姬 其中包含49位泰特拉的尼姬 跟他们的关系相当奇妙 废话 你难道心里没点必输吗 每次都出泰特拉 然后又特别强 又特别色 我不用他们用谁啊 难道 难道用积累镜头吗 蛤 伊莎贝尔 为什么 只是我最近一直在念他 因为我以为他会有收藏品 结果没有 没道理啊 怎么会是他 桑迪比较尴尬 桑迪不行了 现在 我跟我女儿出战的次数最多 哇 真的蛮多 当然啊 第一只朝圣者 2023年11月2号 你与黎姬们共同度过16 这么长哦 经济场4000多次 胜率有80% 因为我都找一些比我烂的人去打 按个分享 OK 这样都行了 就可以拿到免费券 不记得还有 对啊 问卷 一定要填 大家一起填小游戏 非常好玩 希望下一次再来一个 我要更大的小游戏 哈哈哈 看一下今天出了新角色 哎呦 这个大招动画满 ELECANTO 弗洛拉 我觉得她的声音不太大 我还以为她会偏效率风格 结果是御者的声音 我已经忘记她前面第几张出现过 我记得有 她出现很短时间 我忘了什么时候 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好像是看过她的 而且以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 但其实她还是蛮有料的 缺了很多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她旁边那个腋下跟北半呃 侧如 好像 看一下她的背影 呃 裙子抱太紧 然后屁股变得不会抖 怎么这些butterfly一起在抖 关你们什么事 哦 换子弹的时候前面也会抖一下 哇 然后可以从裙子中间看到 她那个没什么肉的大腿 虽然蛮不错看的 但是 不是我最爱的类型 但我还是会抽 电锁 机枪脚 植物园 只有一个人 辅助型 暴鳄的 那技能组大招是40秒CD 看到这边以为没什么用 但其实 我觉得她的重点在她的一技能 还有二技能 战斗开始的时候 只要自身处于生存状态 自己以及两侧的队友都会帮他们回 1秒 1%的最大提议 每一个人1秒 而且恢复量提升4% 可以跌5成 唉 其实很多人说 周年那时候那些文本翻译很错一大堆 但是他们的技能组也讲的非常奇怪 什么叫生存状态 现在有假死状态哦 就用一些都没看过的名词出来 而且这边没有写时间 也就是说 只要我没死的话 就可以一直回学 每隔1秒去回学 挺猛的 就可以把它放在轴外去当一个奶妈 然后发动100次普攻 电熟代码全体提升 那个可以让你叠的更快那些buff 不过只限电熟性 灰姑娘好像是不用叠什么 所以没什么用 对灰姑娘来说 唉不对不对不对 有啦 灰姑娘的二技能 最大体力 可以帮忙叠的更快 有用啦 可以给他用了 这样子有奶妈 然后灰姑娘叠更快 因为灰姑娘也看血量嘛 我叠的越快 我体力就会越多 越早就能打出伤害 然后二技能 自己跟两侧队友 之一的体力 低于90%全体就可以 有一个护盾 持续10秒的护盾 10%最大体力 而且自己只要队友的体力 达到上限时 增加无视防御力 伤害30% 其实无视防御力 也比较少角色会有 我只记得拉普拉斯他有 然后好像也没有了 难道之后会出一些电熟性的 无视防御力角色 这样子就可以拿去配他了 但目前来说好像没什么用 无视防御力伤害 大招全体回血 40秒CD没什么用了 也能提升无视防御力伤害42% 你40秒CD真的太久了 没什么用 一般情况下 我想他应该就是拿去回血的了 轴外 就是你暴恶要放两只角色 这只不用开他的大招 就给队友回血 以及回这个护盾 现在目前我只想到他的用处就是这样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可以来聊一下哦 先抽一下了50几张免费券 同心回到2%几率 到底 经历完这个周年会不会更好呢 我的运气 目前我的运气都还不错 至少朝圣者词都能抽到朝圣者 喂 没关系 免费抽而已 喂 怎么了 你是谁 你不是令吧 他平常不会这么飞的 通常都30-40抽都行 怎么今天 抽个常驻 啊来了 嗯 哎 运气 佛心公司 哇 诶 这是 哦 有人来他是米西的 我还以为他是鸡类镜头 没看到 刚刚 吓死我了 两只 哇 怎么这些辅助型就来两只 平常 抽灰姑娘的时候 都不见你一次出两只 呃 好欧哦 怎么这些 无关紧要的角色 就给我这么欧 然后剩700多张 没什么石头 我建议你不用抽啦 毕竟 现在都11月底了 圣诞节快到了 圣诞节也限定 然后 过年的时候 上一年是暗野红年嘛 今年我猜是拉皮的 进化形态 所以 我还是建议你可以等的 反正常驻角嘛 啊对了 还有每天免费 不要忘记按 现在还有 还有六天 还有免费12抽 诶 不对 诶 虎姑娘没了 哎呀可惜了 原来虎姑娘已经结束了 只剩格纳尾 就不要忘记免费抽 那要注意的 就是这只角色 他要放在两侧 跟陆基一样 都是很看那个站位的 诶 他现在都出一堆要 要你排好那个正习 不能 像以前论放 那如果你是拿来配 黄光的话 我觉得这只蛮不错的 一直帮他回血 就不会断 黄光那个 这个 攻击伤害 就可以一直回死 然后 旁边再放一只灰姑娘 帮他快速叠那个 幼儿 看来可以这样子 以前为什么会把黄光放在最左侧 因为在全队都是满血的时候 我回血的话 因为大家都是满血嘛 他就不知道要帮谁回 不知道帮谁回的时候 就会帮第一个位置的人回 所以黄光大多都是放在这边 那么现在不用了 因为他会帮两侧 所以可以这样子 放中间也行 诶 他那个特效太光了 我不知道我再叠到多少层数 12层的现在很快啊 很快点好 然后我是不是每一刻都在回血呢 对啊 持续效果 每秒回1%的体力 然后黄光这个 攻击伤害提升20% 攻击伤害提升20% 有这边 就不会断哦 所以不能说看到他40秒CD 就觉得他没用 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用的嘛 特别是弹兔击 你不可能把黑GK直接配黄光嘛 不然你这样白GK要配谁 就会浪费队伍 除非你本身角色不多 你就可以这样组 要不然我觉得这一只 抽这只可以拿去配黄光 去触发那个终极伤害的提升 以前都是没有 现在有回血了 也有护盾 哇两个护盾了 黄光护盾 加这只角色的护盾 这样子不就更安全了吗 虽然伤害一定不会比那些 全放攻击型的角色高 但是你可以更舒服更安全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用的 但是啊 现在发现 如果你太自动技能的话 你就记得把黄光放在左边比较好 毕竟你放在 黄光的左边的话 电话会帮你放 这个弗洛拉的技能 这样就少了黄光那个技能 哎 看来还是要放左边比较好 黄光 哎怎么没了 为什么 看来不知道是不是buck 还是他还有一两秒没出八道 那总共打了这么多伤害 看来也不错啊 等一下再试别的组合 那黑JK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打的伤害更变更多 毕竟黑JK他能打核心 打核心这样子伤害就会变多 但你当然突击很少机会会这样组合 黑JK配他 除非你没有白JK啦 要分五队的话 尽量都是分开来会比较好 嗯最后再试一次黄光方前面 看看伤害会不会上去一点 嗯 这一次就伤害高了一点 毕竟没有开他的技能嘛 看719千万 那也蛮肯定的 如果是放了在轴外的话 会好一点 放在轴内的话 虽然你的回血量会变更多 但是 但是输出也会低很多 所以还是放在轴外吧 虽然放在轴外 他的输出也不会跟黑JK那么高 但是至少可以让你队伍变得更安全一点 操作起来也没有那么难 你要稳定的话可以试试这样子 因此呢还是有石头有黄光 然后有黑白JK 你才抽一下吧 但不要抽太多 毕竟圣诞节来一个限定 限定的价值比较高 这只常做嘛 对那就是这样 刚刚还有什么更新吧 哎 新时装 原来只是时装 还以为是新角色 哇哇 这是什么 来我不爱舔干净 怎么这个奶会碰奶啊 不错啊 哇 之前是穿那个什么 鱼网嘛 现在 没穿直接漏 短裤 就短到不行的裤子 其实跟我觉得跟那裤差不多 好赞哦 我的这只不用失业了 我要继续用它 这么香 什么被鹿鸡垂带了 屁话 这个绝对不能被取代 以后我就用它 陆基不用了 然后都没了 等之后更新吧 等圣诞节 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下次有缘再见 我是Lin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